欢迎来到韩语小迷妹 有些韩剧播出时能因强大卡斯、优秀剧本而大获成功 收获高口碑、创下高收视成绩 但也有些韩剧在播出时没能受到关注 即使演员演技好、剧情精彩 仍无法获得亮眼收视 相当可惜 最近就有韩国网友讨论起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 浪漫的体质收视不到2%但口碑超高 张基隆过来抱抱我、治愈精彩、饿之花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都是好评悬疑爱情剧 李俊浩自白网大推 网易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一 浪漫的体质 浪漫的体质由千余希、全汝斌、韩志恩、安仔红、孔明主演 这部讲述三位30岁女闺蜜们面临的烦恼、恋爱、日常的故事 剧中已纪录片导演李恩静因为失去男友 想不开而选择自杀为开端 她的两位闺蜜怕会再次发生悲剧 搬来和恩静一起生活后展开一连串故事 浪漫的体质没有顶级演员卡斯 也因是较平淡日常的小品类型 播出时收视话题都不高 剧集平均收视只有1.48% 但很多剧迷后来追着不时都觉得意外好看 剧情又丧又好笑 三女主都经历不同的人生低潮 很多情节都像是真实生活中会出现的画面 就像是在看自己的人生一样 能使观众深有共鸣 看到主角们得到安慰、自我成长 也能让观众感到被治愈 是很多人心中的宝藏神剧 超值得追 网易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2 火星生活 火星生活是口碑很高的穿越韩剧 郑静浩、朴星熊、高我星等一众主演群 都是演技派 而该剧剧情讲述因一起突发事件 而穿越到过去的警察 必须解决一桩连环杀人案 才能回到原本的生活的故事 火星生活播出时没什么讨论度 平均收视也只有3.988% 成绩并不算亮眼 虽然回想不大 但火星生活评价超高 剧中郑静浩与朴星熊演技火花很强 轻易就能带领观众入戏 剧情缓缓相扣 缠案情节烧脑 搭上时而轻松挥鞋 时而紧张刺激的氛围 让人看一集就停不下来 结局更是后劲超强 被不少剧迷封为穿越神剧 至今仍有许多观众敲碗第二季 就知道这部剧到底有多好看 网易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3 乐之花 乐之花由李准基 文采原则的演技派CP主演 该剧讲述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男人白西成 为了隐瞒过去而用假身份生活 并与因为怀疑老公背景 而开始追踪她的刑警妻子车志源 展开的悬疑爱情故事 乐之花在台湾讨论蛮热烈的 但在韩国并没有想象中受欢迎 平均收视只有3.927% 乐之花步调很紧凑 不仅故事题材新鲜 剧情编排也很完整 环环相扣 情感刻滑细腻 搭上每集都在标演季的主演群 使剧集一集比一集还要精彩 除了悬疑感营造得很到位之外 乐之花画面也都拍得很美 演员 编剧 导演都是上乘 完美传达出编剧的中心里面 在充满恶意的地方 也能绽放出花 是非常值得追的高质感神剧 网易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4 365 秘转命运的一年 365 逆转命运的一年 由李俊赫 南志炫 金志秀主演 这部改编自日本作家 刚胡桃的科幻推理小说 Repeat 剧情讲述偶然得到机会 能回到过去的人们 穿越时空回到一年前 陷入前所未料的命运的奇幻 悬疑惊悚故事 这部是隐藏版高评价韩剧 虽然平均收视只有4.33% 但有追完的剧迷都会给出好评 365 逆转命运的一年 剧情悬一烧脑 充满反转 步调也十分紧凑 主演群有颜值又有演技 李俊赫与南志炫的CP火花很强 两人的角色也都智商在线 让人越追越上瘾 剧集制作质感精良 结局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可说是各方面都满分 网易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舞 Keros Keros也是很经典的低收视高评价韩剧 Keros由深成璐 李世荣 安普贤主演 剧情讲述年幼女儿被绑架的金锐震 意外用电话联系上活在一个月前 来自过去的韩艾莉 两人决定合力帮助彼此的搜查故事 Keros因不断反转的烧脑剧情 好评不断 虽然故事线乍看之下有点复杂 但剧情逻辑清晰 不会让人看不懂 男女主角智商在线 配合完美 在不同时空的两人用 通话时间插查明真相 避免不幸 节奏非常紧凑 悬疑推理的氛围也营造得很好 每一集发展都令人惊艳 从头精彩到尾 喜欢悬疑剧的剧迷一定要追 网易收视低但超好看的韩剧6 过来抱抱我 张基隆 秦姬周 许军好主演的过来抱抱我 剧情讲述男主角尹罗武 张基隆氏的杀人犯爸爸尹西在 杀死了罗武的初恋极乐园 秦姬周氏的父母 多年后二人改名换姓 极乐园成为了高人气女演员 尹罗武则当上警察 两人重逢后 在伤痛中治愈彼此的爱情故事 过来抱抱我 剧情设定狠面 罗武虽和乐园相爱 两人却都爱于现实而无法表达出口 题材看似狗血 但剧中将罗武与乐园之间的感情 刻画得很真挚 张基隆与秦姬周的演技 也都很精湛 完美诠释出角色心境 看到两人互相救赎 会让人感到一丝疗愈暖心 是孽心却治愈的韩剧 虽然平均收视只有4.5% 讨论度也不高 但剧集口碑很不错 网易收视低 但超好看的韩剧7 自白 自白 由李俊昊 深炫斌 牛仔明主演 剧情以一事不在理原则 一旦处理过的案件 不在审理的法律一般原则 为背景 5年前 一名杀人犯因证据不足 被无罪释放 之后 这名杀人犯因其他杀人案 再次被起诉 在裁判过程中 他自白自己是五年前的杀人案的真凶 但因为一事不在理原则 而无法接受处罚 自此展开了主角们 在一事不在理的法律限制范围内 寻找真相的故事 自白的平均收视 只有4.798% 虽然剧集回响不大 但被很多网友封为 不可错过的良心好剧 李俊浩在剧中饰演的崔道贤 为了替父亲洗刷冤屈 而成为一名律师 剧情利落紧凑 不拖泥带水 亲情桥段扣人心弦 主演群演技也很到位 是评价很高的悬疑律证据 网易收视低 但超好看的韩剧八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 由金东旭 文家英主演 该剧讲述 因罹患过剩记忆症候群 超一症 而把一年365天 8760小时发生的事情 全部记住的新闻主播 以及失去人生的重要记忆的 女演员之间的悬疑爱情故事 剧中除了有浪漫的爱情戏 还会穿插紧张的悬疑 追凶情节 不少网友都认为 这部平均收视 只有3.5% 很可惜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 剧情叙事性很完整 完美融合了悬疑与爱情元素 不会让人觉得 有哪一部分突兀出戏 或是和主线分裂的感觉 剧情环环相扣 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 能体会到男女主角 互相治愈的感动 金东旭与文家英的演出 也可圈可点 两人火花很强 全剧极极精彩不脱戏 真的很值得追